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要你求這個函數 這個是一個二次函數泡物線 它的定義域 我們知道說那個多項次函數 它的定義域都是整個十數 整個十數 那它的直域 直域的話這個泡物線 它這個首項係數大了 所以它往口向上 那往口向上的話 這個什麼 這個我們可以代公式來 或者是你用配方 配方的話就是說 3抽出來 X比方加上 3分之5X R再加1 然後這兩項給它配方 是3R乘以多少呢 這個是X 加上多少 這個 6分之5 的平方 那我現在這裡 多加了一個多少呢 這2AV 2AV的話 就是2X 乘以那個6分之5 就是3分之5 就是中間向 那我現在這裡 多加了一個多少呢 36分之25 所以我這裡要減掉一個 36分之25 就是6分之5的平方 25 然後再加1 然後再加1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3 X加上6分之5的平方 這是12 12分之5 所以這是 乎的 313 32的6 12分之25 加上1 所以這是12分多少 乎25 加上12 所以是乎13 乎13 所以是減掉 這個是12分之13 所以這個函數的話 它是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 這個12分之 乎13 因為這個大於等於0 當什麼時候等號成立呢 當這個 X等於6分之5的時候等號成立 也就是說這個函數圖 拋線怎麼畫 拋線就是這樣畫 當X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 6分之5的時候 它有最小值 最小值是這裡 最小值 畫下面一點 這一點的話 最小值這裡是 12分之13 12分之13 然後拋線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對稱總 然後它的那個最小值 是12分之13 它的函數值 就Y值的話 它是大於等於12分之13 也就是說 它那個值域 就任何X呢 對過去的時候 對過去得到Y值 都一定比什麼呢 比這個12分之13 還要大 也就是說它的值域 它值域的話 大4等於多少 4等於這個 4等於這個是 X X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2分之13 然後X呢 大於等於 這是大於等於12分之13 然後X屬於R 然後X屬於R 這個是它的值域 然後再來呢 它還要 你求這個結局 結局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曲線 跟什麼 跟Y軸的焦點 的Y座標 那你就把什麼呢 把X帶領下去 把它帶領下去的話 它Y座標等於1 所以這裡畫錯了 應該這樣子 它Y座標等於1 所以它Y結局 這是Y結局 Y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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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對稱性 對稱性呢 就是說 這個 對稱與多少呢 這個是 軸對稱 圖形 Fx 就是 Y 等於 Fx 對稱與 對稱與這個軸 對稱X等於6分之戶 好,那再來它的增減性 增減性 當X小於6分之戶的時候 它是減函數 大贏的6分之戶的時候 它是增減數 那我們可以用微分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是用偏方法 這個是國中就會了 那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用代公式的 代公式也是國中的方法 代公式就是說 它這個點的話 這個是拋線的頂點 拋線的頂點就是X等於多少 X等於2A分之負B 2A就是6 2A就是負B負5 那Y座標的話是 4A分之4AC減平方 就是4A分之多少呢 負德塔 那4A是多少 432 4乘以3 432 負德塔 負德塔 負德塔就是B平方-4AC B平方的話 因為德塔是 那個 沒有 德塔是B平方-4AC 所以負德塔是4AC-B平方 4AC4 乘以3 乘以1 4AC減掉B平方 B平方是5的平方 4AC 事實上是由這裡推出來的 這個頂點是由這裡推出來的 你可以用這個公式 13 12分多少呢 12 減掉25 就等於12分之負13 所以它頂點的話 歪座標是12分之負13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它這個什麼呢 它這個 值語 是要大於等於負13 因為這個是最小值 然後呢 這個 函數 它小於多少呢 小於多少 小於負6分之5呢 它是一個減含數 減含數 我們用這個5號 那也就是呢 大於負6分之5的時候 它是增含數 那事實上 在大學的話呢 我們是用微分啦 微分的話呢 就是說齁 就是求切線協力嘛 所以你給它微分 微分的話呢 是等於6X 加上5嘛 6一加上5就是說 你立它等於0 立它等於0 就是切線協力等於0的地方 就是它的極值啊 相對極值啊 這個是極小值啊 就算是這個啦 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X齁 等於6分之5嘛 這個是相對極小 那到底是相對極大 相對極小的話 你就給它微兩次分嘛 微兩次分的話 就是斜率的變化率 斜率變化就是6 也就是說 它斜率是越來越大啦 斜率是越來越大 斜率越來越大的話 這個是向上凹啦 斜率越來越 這個是向上凹 然後的話呢 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0的時候的話呢 是斜率等於0嘛 什麼時候它是小0呢 這個小0的時候齁 這代表什麼 這個是減函數嘛 減函數叫X齁 它是多少呢 5移過來 負5 6除過來 就是小的多少 6分之負5啊 這個斜率小的0 斜率小的0就是 越來越小 這是減函數啦 如果是大0的話 那我就得到X齁 大有多少呢 6分之負5 這是真函數啦 不過因為這個二次函數的話 這個是很簡單的 問題嘛 你的話畫一下土的話 你不用微分的話 你就要小的 大一個是小於6分之負的時候 它是減函數 大一個6分之5 它是呢 增函數 好 然後呢 幾指 幾指就是 12分之負13 這個是幾小時 我要增減性 增減性就是這個啦 還有它的凹性 凹性的話齁 你就要兩次微分嘛 兩次微分的話齁 它是等於6 它恆大也 恆大也 恆大也代表什麼東西啊 斜率的變化率的話齁 是 就是那個斜率的變化率是正的啦 斜率的變化率正的 代表它斜率呢 越來越大 這個斜率是負的 斜率負的 然後呢 它的絕對值越來越小 代表它斜率越來越大 斜率越來越大 斜率越來越大的話呢 它凹性是向上凹啦 所以呢 它是向上凹 向上凹啦 這個的話呢 有很多講法 有的人說 它是向下凸 向下凸都是向上凹啦 那如果呢 它兩次微分小的0的話 代表呢 它斜率越來越小 斜率越來越小的話 這個就是向下凹 不過這個 整個圖形都是向上凹啦 好 那緩曲點 緩曲點沒有緩曲點啦 緩曲點發生在哪裡呢 等於0的時候是 等於0的時候 的話是緩曲點啦 但是這個不等於0嘛 所以沒有緩曲點 好 那漸進線 這個沒有漸進線啦 那你漸進線 我們是怎麼討論的呢 我們是這樣討論的 就是說 這個呢 我叫做y1啦 這個是 y1呢 是等於多少呢 3s0號 加上5y加1 好 那y2 y2的話呢 這個我們就是 某一條直線 你假設叫a就是加上b 好 那你給它一減的話 就是說它們差 比如說 現在這裡有一個 有一條那個直線嘛 然後呢 它那個 y的差 y的差 當什麼呢 當這x2 趨近於某一點 或是趨近於正無雄大 或是趨近於護雄大的時候 它們會非常靠近 那這樣的話呢 這一條的話 我們就說是它的接近線 如果它趨近無雄大的時候 非常靠近的時候 我們就說呢 這個什麼呢 這一條呢 那個 直線喔 是它的漸進線 在哪裡漸進呢 當x呢 趨近無雄大的時候 這一條直線 它 這個 非常靠近 這個曲線 就漸進於這個曲線 有時候的話 有時候像什麼呢 像有時候 有時候像這種圖形 這種圖形 或是說 那個 嗯 這種圖形的話呢 它是當x3 無雄大的話 漸進於 無雄大 那 又一種什麼呢 或是說 像 像這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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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它的呢 那個漸進線 當x 趨近於零的時候的話 這個y軸 非常靠近 這個 曲線 就是說 當x 趨近於零的時候 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嗯 這條曲線 就非常靠近y軸 那 y軸 就是它的漸進線 啊 像這個 x呢 趨近於零 無雄大的時候 這兩個 y軸的話 非常靠近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就給它一減 一減的話 我們就說 Δy Δy的話 一減的話 就是3x平方 加上5y 加1 那減掉多少呢 那減掉多少呢 減掉呢 x 加上d 好 那一看的話 沒有漸進線 就是說 你 當x 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它們的距離 距離越來越大 距離越來越大 然後呢 一樣喔 你這裡的話呢 直線如果取這樣子 協力負的話 當x是趨近無窮大的話 這個距離也是趨近無窮大 所以這個沒有漸進線 這個沒有漸進線 這個拋線它沒有漸進線 所以呢 它是沒有漸進線 反曲點 反曲點也沒有反曲點 剛剛講過了 好 那這一題呢 這樣就做完了 好